某海老師 我覺得我已經到了 這樣很好人家很臭屁 我已經到達某一個層次 因為我曾經在 好像很久以前 我曾經有說過 類似一句話就說 以後我要讓人家 看到我爸的時候 說你是李彥蓉的爸爸 現在好像真的 間間在發誓 這個時候 慢慢來 這個好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跟我念 女校的關係 我也不知道 我念北女的 然後 我覺得念北女很爽 所謂爽不是說 我們不是很優秀 就是 不是這種 就是說 其實你有機會可以觀察到一個環境 就是 當女生在 一群女生 在沒有男人的環境的時候 你才可以真正展現你自己 而且特別在青少年的階段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而是說 在一個女孩子她要去 這是我 所以我比較老派一點 現在很多人問我說 欸你是 其實我高中還是贊成女生念女校 我講實在話 因為我覺得 好這是我老派的地方 就是雖然 因為我會覺得在女孩子建立 自我認同 自我價值感 那個最重要的時期的時候 沒有男人的影響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如果沒有出庭 或是沒有開會 或是沒有行程的話 我就在家裡 待那裡 就是時間還可以盡量調配 所以我就一個禮拜盡量就是 就是行程就稍微調配一下 然後家裡也是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契約啊 然後 飛送啊 或是 其實你也可以跟當事人康扣 是我之前 大概前幾禮拜 有兩次跟當事人康扣 然後在這邊哭 然後當 不過當事人都可以體諒 因為我畢竟是家事案件 所以家事案件 當事人能夠體諒他的家事率 就是孩子 就是孩子就是 我覺得還蠻好 就是當事人都很可以體諒 他每次跟我說不好意思啊 你孩子還好嗎 什麼的 就是我覺得 還蠻溫馨的 但是我在想 可能 蠻多的女律師應該會 這個掙扎應該是有啦 而且就是說說真的 我覺得孩子出生之後 就是 以我們的工作 我覺得我還算幸運 我還有說話 有些女律師啊 真的是自己個人的時候 也開庭 除非真的是找到適合的保護 或家裡的保護 你其實我們的 律師的工作 其實 非常 對於 跟育兒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公司 不差 然後有時候 比如說你去開庭 你要等 那如果說 他們今天老公也沒辦法接 保護我們那邊又 很完成 我覺得做一個 律師你要在家 女律師你要在家工作 帶孩子 我覺得 也是不是不行 我正在場 那我自己感覺是 工作是一個腦 當媽媽是一個腦 我現在切換還是 我還在努力調適種 有時候 兩個腦是不一樣的 就會覺得好像 漸漸的可以理解 為什麼很多人願意小孩 為了小孩不願意離婚 哈哈哈哈 等一下小孩就是 開玩笑 就是 因為我覺得真的 你孩子出生之後 你是一個新的狀態 跟你的伴侶 真的會需要很多很多的溝通 跟磨合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對大家 我自己也還在學習 就對大家真的是一個學習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一個慢慢學習的狀態 這樣子 那當然我覺得小朋友 就是他還算是很好帶 他昨天睡了七個小時 我覺得他真的好厲害 好厲害 兩百三個月 對 之前都是五六個小時 真的不錯了這樣 可是我就看 就覺得說 啊 然後責任會需要比較 責任就比較重嘛 因為等於是 他真的是依靠你在生活 然後也希望說 這個國家這個環境可以更好 因為 當我們殺手犀跪的時候 他們要繼續 留在這邊生活這樣子 所以就會覺得 就是怎麼講 就覺得 大家都要努力 就是 把這個地方 把我們這個國家 變得更好 去重振嘛 去搞政治 真的啊 真的啊 我其實我律師 我打算做到五十歲啦 最多 就是現在在十年 反正想說 再做個五年 那我覺得十五歲好像有點 那時候小孩還想 我們還需要 錢這樣子 所以 就是 所以我覺得他在設定 然後小朋友 可能 他十年後他還十歲 而且還需要錢 那怎麼辦呢 好想一下 就是撐錢 讓律師都撐點錢 然後等到以後就是 就是 我覺得 我是小五十歲 最晚啦 可以就轉好 因為我不想要一直做一樣的事情 對 所以就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好像講自己很 那個 但是說 我覺得從政治正式 你也要有機會 除此啊 因為我覺得 國家不能夠 就是國家不能夠剝奪掉 一個人的生命 那當然就是說 很多人會覺得說 一命換一命 那一命換一命其實 是比較老派的想法 我們不能夠說他不對 而是說 價值 我自己個人價值選擇上 是覺得說今天一個人 殺掉了另外一個人 我們還是要去了解就是說 到底那個原因是如何 然後還有就是 其實應該要去改善 造成他做這個決定的相關的因素 跟原因 我覺得反正死刑犯 譬如 你身為御事本來就是這樣啊 就是 呃 即使他是死刑犯 他還是有他 受公平承判的 做上的權利嘛 所以 這件事情我覺得 沒有問題啦 身為御事本來就應該要去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案件 你這樣還是要去 會當是很立立主張啊 對 就是很簡單的主張 那有時候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不知道 因為好像可能 剛好對這些 犯人 對這些被告來講 他可能有些點就過不去吧 然後用了一種奇專的方式 確實我們一般人看起來 是無法理解 但是 就這樣發生啊 就是 因為每個人畢竟他的 想法 他的生活經驗不一樣 然後導引到他去做這個決定 所以其實 那我覺得律師來講 當然我們也會想要去了解這個原因 我覺得他對自己有信心啦 他對自己有信心 其實真的可以 你沒有比別的差 你真的沒有比別的差 然後你也不見得比 資深的律師差 因為資深的律師不見得沒有你 不見得比你認真 對 資深律師不見得比你認真 所以 而且要知道就是說 今天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被質疑 但他在年輕的時候都是被質疑過 所以不要覺得是針對你個人 就說 但是就是 可能把他 被質疑的時候 或是說被 不信仁的時候 可能把他當成一個 挑戰跟試煉 然後你真的有辦法克服的 然後另外就是 我覺得要找一個 真的能夠提諒你的工作的伴侶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 對於我們工作的 一些需要的一些彈性跟那個 真的要 能夠去理解跟提諒啊 對 因為好難喔 好難喔 好難喔 你們為什麼要問那麼難問題 對 這應該不會上網吧 嚇死了 請問那麼難啊 完蛋喔 真的是我們不去人 有沒有辦法自己介紹 現在嗎 對 好 我叫Yen John Lee 我來台灣 我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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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對 欸 這樣差不多吧 當初有自己選上 有覺得 微微的希望 台灣獨立 大媽儲罪話 不夠快 糟糕 她想一下 因為好難喔 怎麼很難啊 內心暗淨 胸回去 抱他 什麼 手搖杯還是手搖咖啡 手搖杯 我一直想要想吃的食物 麻辣鍋 什麼東西啊 肚子鬆掉了 好固執 大家來讓我想想 二十幾小時 欸 有沒有二十幾小時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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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二十吧 好好的 大家怎麼都想不起來 那不夠快 大家不要逼我 第幾任 欸 我想一下 好難喔 四還三保留 忘了 你們為什麼都問那麼難問題 最喜歡的電影喔 沒有 沒有啊 都還不錯 最喜歡的書 很難欸 因為我看完就覺得沒有書就不錯啊 人間是一首歌 你們請問怎麼都很難啊 完蛋了 這個是我們一句而已 人間是一首歌 無法回答這一題對不起 法務部 又有什麼新鮮事了嗎 剛剛好像本來覺得自己還算有效的話覺得好像不太有趣 怎麼辦 連電影書都回答不出來 三個形容詞喔 我覺得很開朗啊 然後 算滿樂觀的 很積極 沒有沒有積極沒有 其實這點沒有很積極好 我們要怎麼講 開朗樂觀跟 很有勇氣吧 好 好 愛貓還是愛狗 愛狗 愛狗 那喜歡猴子嗎 喜歡猴子 可以 那我可以送你一個猴子的榴彈嗎 喔謝謝 謝謝 為什麼是猴子的榴彈 我昨天轉到 好玩喔 不屬猴耶 欸猴子好可愛 寶貝猴子 寶貝 好 兩盒 兩盒 好可愛喔 王妹合掌耶 他現在也會做這種合掌動作 就好像在跟他敗掉 就是這種粉絲